寡人悟到了 残剑的这幅字根本就不含剑法昭示 写的是剑法的最高境界 剑法 其第一层境界 将求人剑合一 剑就是人 人就是剑 手中村草也是戾气 其第二层境界 将求手中无剑 剑在心中 随赤手空拳 却能以剑气杀敌于百步之外 而剑法的最高境界 则是手中无剑 心中也无剑 是以大胸怀包容一切 那便是不杀 便是和平 大王 这一间 臣必须辞 辞了这一件 很多人都会死 而大王会活着 死去的人 请大王记住 那最高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